台中中心國小 李堂內老人家排排坐打疫苗 李堂外中年男子在這邊等待 不過時間往回到兩個小時 他在早上9點左右 就跑來預約要打疫苗殘忌 當時他拿著號碼先回家 等到11點終於接到電話 今天這處疫苗快打戰 剩下兩支殘忌 還有另一位年輕人也接到電話 小跑步趕來打殘忌 幸運的候補上了 但就在兩名男子打完疫苗後 11點半左右 一名將近80歲的老婆婆 要來打疫苗 撲空了 他說自己是從台中旅中附近 徒步走到中心國小快打戰 這路途一點多公里 但老人家腳程慢 自己走了40分鐘 以為趕上了 結果記錯時間 只好等下週的通知 再來一趟 本在列測的77歲以上的長者 443位 今天來了158的殘忌 大概有兩劑 還有中正國小快打戰 預約打殘忌的民眾 沒打到 還懷疑怎麼可能 會沒有殘忌 他是最後一瓶的疫苗 開瓶後的剩餘劑量 那至於說怎麼預約的話 我們就等中央公告 看看有沒有一個統一的規範 台中在6月24號 58個快打戰 打了116劑的殘忌 6月25號只開9個快打戰 也打了18劑 但這畢竟不是固定數字 也不是天天都有殘忌可以預約 也涉及到公平性的問題 要怎麼樣排序 怎麼樣排隊 高雄是否會訂定民眾 預約殘忌的標準流程 陳其邁說 擔心涉及到公平性問題 給他一天時間 好讓他再想一想 TVBS新聞蘇泰 尹洪彩倫 台中高雄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